瞧见我盯着的二维码了吗? 嘿,就是你,别愣着了,快扫他呀! 扫他呀! 他呀! 杜甫前前后后写了十几首《思念和爱慕李白》的诗, 而李白这个放荡不羁的高冷波尔写给杜甫的诗,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其中一首吧, 《沙丘城下记杜甫》。 《沙丘城下记杜甫》,李白。 我来进河市,高我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生, 卢久不可醉,齐歌空负情, 思君若问水,浩荡济难争。 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识之后, 就度过了一段同进同出的快乐日子。 不是我一营啊,有诗为者, 醉眠秋贡,携手日同行, Sed by杜甫。 在那之后呢,就是老眼纷飞了。 没错,我就是故意用错成语的, 你来咬我呀。 不过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老眼纷飞那多比与夫妻情侣的离别, 并不适合李渡哦。 分开后,李白预居了山东的沙丘城, 给杜甫写了这首诗。 这首诗看上去草极简单, 上个翻译吧。 一到四句, 我来沙丘城到底是为了骂, 每天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 城边有一棵古树, 从早到晚都能够听到秋风吹鼓树梢的声音。 这四句的寂寞之情, 满满的都要溢出来了。 李白是在说呀, 紫美呀, 离开了你, 我的日子好无趣呀。 五到六句, 齐鲁呢, 是指山东地区, 李白当时呢, 预居沙丘城就是在山东, 这两句表面上是在说, 卢酒的度数低, 喝不醉, 齐歌空有情调, 无法欣赏, 实际上是在说啊, 紫美呀, 你走之后, 我喝酒都喝不香, 听却都没劲。 李白呢, 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 看上去平淡的两句诗, 也是暗绰绰的用点了。 卢酒薄的典故, 出自庄子曲怯, 纯洁而耻寒, 卢酒薄而寒丹为, 省人生而大道起, 不明觉厉, 对不对? 但是李白在这里, 也只是取典故的表面意思, 卢酒淡淡打, 之前也提到过于庆, 没看过的训辩壁哈, 在哀江南复也写过卢酒薄, 楚歌非取乐之方, 卢酒无妄忧之用, 就是说卢酒太薄了, 所以不能妄忧。 那么用点呢, 是增加了我们理解古文的难度, 古人写诗文, 用的都是当时熟悉的文化背景, 我们现代人很难get, 当然如果李白穿越回了现代, 看到我去年买了个表, 应该也会很困惑吧, 想到这里顿时释然了几分呢, 七到八句, 终于是要讲到重点了, 思君若问水, 浩荡济难争, 这两句的情感是很抽象的, 能把抽象情感也传达给读者, 都是厉害的诗人, 上一次我们提到杜甫的借景抒情, 没看过的继续面壁, 李白又是怎样表达情感的呢, 李白说, 杜甫啊, 正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的, 哦, 不好意思, 放错蝶了, 李白说, 杜甫啊, 我对你的思念有如滔滔问水, 李白还真把爱妮写进诗的结尾了, 李白写问水是用比喻的说法, 画抽象为具体来描画情感, 把思念这种很玄的东西写成可观可感的浩荡问水, 所以说周星驰把景仰之情比作黄河江水, 真是深得李白之风呢, 这种画抽象为具象的表达方式, 很多人都用过, 随便举几例, 你们感受一下, 白发三千丈, 圆筹四个长, 李白, 桃花潭水, 深千尺, 不及汪轮, 送我情, 李白,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李玉, 只恐双溪泽蒙舟, 再不动许多愁, 比清账, 试问贤愁都吉许,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雨, 合住,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淹起来风干, 老的时候下酒, 下雨, 所以大家在写情书的时候, 也不妨参考一下哦, 这是姜姐姐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